关于黄景瑜的事情啊 在网络上是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新剧开播 本着给大家排雷的原则 厂长刷了几集来来回回的 还是国产剧一贯的老套路 但是这部剧要让人惊喜的 竟然是张新宇 没有错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张新宇 剧中他饰演的是女主的闺蜜 秦卿 不仅是出场方式相当的霸气 利落的短发帅气的皮衣 在派出所门口 对着渣男呢就是一阵独打 社会女情节分分钟教你做人 而且呢人设也是无敌圈分 和以往的闺蜜人设不同 霸总秦卿啊就是女人当中的男人 男人当中的大哥 闺蜜就是自己的小宝宝得宠着 伤害闺蜜的就是大渣男 给你拦上一大嘴巴子 当然呢对于迷上自己的小狼狗 也有紧张害羞的一面 表面是放到不羁 其实啊内心纯洁的不要不要的 可爱可奶可言可甜 能高冷预解也能够温柔小女生 再加上张新宇的神仙颜值 自然不做作的演技 不得不说圣了不少路人粉 戏里的张新宇啊气场两开 然后但戏外的他这两年呢真的是太低调了 结婚生子画画 种花悠闲的过着小日子 每次接戏啊要么就是配角 要么就是客串 他早已经不在刀光剑影 血以熏风的娱乐圈里边 争取曾经执着想要的位置了 而是越来越像他自己 看着他这一路吧才知道 逆风翻盘这几个字 到底是怎么写的 在2017年之前呢张新宇一直都过得非常的苦 刚说到的时候演戏好运气呢 并没有优待过他 一连几部作品纷纷扑该了 就连冯小刚的《非诚勿扰2》 徐克的《龙门飞甲》 都没能让他有任何的水花 后来和吴卓西谈恋爱 因为啊忘记切换账号了 一张不小心发出去的照片 反而让他从此被观众记住了 哦就是一个想要靠床照上位的 十八线小美眸而已 哎带着这样的滤镜啊 他的观众员自然就不会很好了 而和李成的这段恋情 虽然呢也被大家纷纷唱衰 但是当时确实是甜的 南方啊还发微博称 自己会照顾他一辈子 天呀海角不离不弃 那时候的张新宇啊 还是不知人间险恶的小女人 他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但是没有想到真爱 后来会把自己诋毁 见他置于死地 因为啊武则天传奇 李成和范冰冰走在了一起 要知道那时候的范冰冰啊 可谓是家喻户晓 粉丝千万 发一条微博就能够一呼百应的 国民女神 而她呢 只是一个出门靠打车 住宿靠租房的三线小明星 也许是心理不平衡 也许是批发心形石头的渣男太香 让人戒不掉吧 于是带着怨气的张新宇 开始横冲直撞 同款碎花群 同款这个男装造型 同款白金帐 甚至同款的微博文案 那时候他被群嘲 是李成的极品前任 是范冰冰怎么也甩不掉的 一块牛皮糖 曾经扬言要照顾他一辈子的李成 还发表了一篇长文亲自下场开思 给他扣了一项出轨的帽子 只为了自己善良的 真诚的 心爱的小范儿 哎呦 当年的微博可以说是张新宇的地狱呀 被黑被骂被群嘲 人人都可以踩上那么一脚 更重要的是来势汹汹的对方啊 铁了心的 要他混不下去 两三年的时间里啊 想上的节目上不了 定好的时装秀也取消了 电视剧的角色一个一个的 也都被搅黄了 没钱没事的张新宇 只好学乖 他把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愤怒 所有的负面情绪 都写进了小号里 跌进低谷的时候 他日益的沉淀下来 读书写字画画 当你遇到不公和磨难 甚至是真的差点被要了命 那么就当成那些是 你人生当中必须修炼的过程 咬牙度过 咬牙忍耐 因为啊 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不到最后一刻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2017年张新宇遇到了和解 那个曾经说 我会一直孤单的姑娘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找到了真正爱自己的人 相反的 当年连起手来和他私逼的两个人 如今啊 却纷纷口碑糊到穿地心呢 再看看张新宇 如今在干什么呢 除了画画 做饭他还开启了一项新业务 就是成为了勤劳美丽 尽心尽责的花农 他每天的微博啊 不是种花 就是美食 画风温馨又惬意 因为私人生活不想被打扰 所以他很少秀恩案 但是每一次这个小夫妻合体出镜啊 就是大型的撒狗粮现场 在工作之上 他依然会按照自己慢悠悠的节奏来接戏 虽然都是配角吧 但是以他的颜值和气质 再加上戏录和角色的可塑性 每一次呢 也都能够演出自己独有的风格 去年他还接了一部军旅大剧 好守就位 这是一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部的宣传局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顿影视中心出品的电视剧 也是首部火箭军体材的电视剧 当时啊 就连东风快递都发了这个消息 可见这个资源到底有多么的牛逼了 就在这部剧的开机发布会上啊 张新宇也出现了 他一身戎装 大方美丽又英气十足 现场的兵哥哥们都纷纷喊他 君嫂 从低谷到圈粉啊 真的从一无所有到内心富足 从头过血流到温柔淡定 张新宇的逆转人生 不禁让人感叹说 岁月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他会毫不留情的过滤到所有的杂志 会猝不及防的撒碎所有的滤镜 会不偏不倚的还原全部的真相 当遇到误解 遇到嘲笑 遇到谩骂 并且无力辩解的时候 就让时间来证明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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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